大家好,今天事儿亮了三年的12月27号星期三,我们现在继续聊聊飞宾的事儿 今天是圣诞节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过两天又该放元旦的小长假了 我就想着今天赶紧把这电费交了钱,别拖到元旦以后,到时候就欠费了 所以我今天就想着赶紧去一趟供电局,上午没去,为什么? 因为今儿节后的一天,肯定去交费的人多,所以我就赶着下午去了 结果人也不少,得有两三百人吧,我一看交不了了 这要是排队,没俩三小时,结束不了,这人都排在供电局外边了 他转着圈,画龙的牌,这怎么交啊 后来一想,可以去银行交啊,对,去银行吧 干脆找了一个附近的银行,这银行还不像BPI,BDU那种大银行 就是屏幕上输软你的这个要办的事情,就可以出这电子号牌 它还是一个人工叫号的方式,进去以后呢,保安先给你发个号 我一看,06号,我还有点纳闷,我说这个银行今儿到我这儿才办六个人啊,都下午了 那看来这个今天办的业务的复杂度都比较高啊 然后坐那等吧,一会儿就听着那个人工叫哈 827,828,82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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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90吗?91,92 哎,等他喊到90多的时候,我就纳闷,我说我拿06号,他是叫90多号 我说这个一会儿怎么叫啊,哎,你别说,他还是有方法的 哎,一会儿就叫到99了,99叫完了,该叫什么了? 一号,二号,哎哟,这挺不错啊,这个又开始一个新的循环了啊 那说明上,我可能办的人也比较多呗,对吧 不是说光办六个,到我这儿才六个号 哎,一会儿呢,就叫到六号了,哎,我呢,赶紧就去了 结果呢,又去了一个菲律宾人,他也难以六号,06,我也难以06 我们俩都有点懵,到底谁是真的06,对吧 这个还出现这个真假猕猴的这个事啊 结果呢,菲律宾呢,把他们俩号拿回去看呢 就跟我说,先生,您是90号,您拿到了 嘿,我这尴尬啊,他说这个乌龙啊,真不好意思 那怎么办,我再重新拿个号去呗 那菲律宾说,没事,那个我帮完他的,给你们办 这个不赖您,是吧,这个,这个,他倒没说 对,他说的什么,不赖我,那带我心想,这他们赖我脑子不好使啊 这他们这个小乌龙啊,今天 啊,今天呢,想正经给大家聊聊句什么呢 也,其实也不是正经的,就是聊聊大家搬杠这水平 啊,我真的是大写的一个福字,怎么讲呢 前两天啊,跟大家啊,聊这个 呃,菲律宾人啊,手头有点钱了 啊,然后呢,说这个菲律宾手头有点钱之后呢 因为菲律宾人都信教嘛 肯定这个教会的收入越高了 大家吃了这个湿热的不湿热的这个饭呢 就从以前没品牌的,现在有一些能吃上周立弊了 哎,结果呢,有朋友就开始跟我说 啊,他们能吃上周立弊 啊,教会能有钱 那是因为美国人在菲律宾牧羊 啊,在菲律宾这边开这个 养这牧羊犬啊 所以呢,这个给教会的钱 教会才能让这帮菲律宾人吃上这个好饭 干嘛养这些啊,不就是为了对付咱们吗 嘖,脑洞真大啊,脑洞真大 啊,看来这个朋友知道的也挺多的 然后呢,我就说这个菲律宾人今天有钱了 好多人家呀,都到日本美国要去旅游去了 有朋友就不服了 说,那他们都是借钱旅游的,贷款旅游的 啊,为什么呀 要大众脸充胖子 这么出去玩啊 给家里的国内的亲戚朋友看 啊,显得自己有钱 其实到了日本美国以后啊 还得吃自己带的面包呢 哇操,这脑洞更大 然后呢,我说这个去超市啊 最近呢,就是他们这段时间买东西啊 买的货比较多 去年呢,可能一家买一个购物车 就算了不定了啊 今天呢,好多这家庭买两个三个的购物车 而且他们吃的那个 chicken harm那个鸡肉火腿吧 那玩意儿 那玩意买就是十来个,二来个,三来个的买 有的是当礼物送 有的可能自己吃 我朋友就说了 那是因为菲律宾的钱贬值了 啊,翻倍的贬值了 那这个,你看那树大 其实购买力呢,还不如两年前呢 哎,反正你怎么说吧 都有人跟你搬岗,是吧 哎,我觉得挺好玩的,这事 但是,这方面呢 我还是打写的,福字呢 要给另外一朋友 为什么呢 你说我讲菲律宾的事啊 他还能找上北京人的事,对吧 哎,他呢,说 哎,就是反正我,什么叫找上北京人的事呢 就是你说菲律宾呢 这帮人有什么这个特点啊,内容啊,什么呆萌啊 哎,这个,窘傻呆萌这样的情况吧 他一定要能扯上北京人啊 骂北京人这个,低端物种 也是蛮有意思的 大写一个福字,我觉得也是 哎,特别好玩的啊 反正今天做这个,今天做这个,就是自媒体吧 我就感觉到 就是,呃,搬杠场学问,真的搬杠场学问,特别有意思 啊,我,我挺喜欢这个的 没事,就先想跟大家小小的聊这么两句啊 没别的事,咱们再继续扯上北京人的事 再继续扯上北京人的事